第二號颱風瑪麗絲在昨天下午2點的時候 在海南島東邊海面行程 不過在今天清晨的時候 它逐漸向北移動的過程當中 也已經登入中國廣東一帶 在今天早上8點的時候 已經逐漸減弱為熱帶性低氣壓 我們預期瑪麗絲颱風 它減弱為熱帶性低氣壓之後 它的水氣跟它的環流 會變入到封面的結構裡面 而在今明兩天 台灣因為受到封面的影響 今天封面的位置 還是相對比較偏北邊一點點 今天的天氣主要來說的話 比較偏向午後會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 而至於在明天的時候 封面所帶來的水氣是影響最明顯的時候 受到封面的影響 各地會有大雨 甚至會有局部好雨發生的機會 請大家注意短延時強降雨雷擊跟強震風 尤其在山區要留意溪水暴漲的情況 我們預估這波封面會持續往南壓 在週一之後降雨的情況會持續地趨緩下來 而在週一週二因為封面位於南部 也是巴士海峽這個地方 所以整體的降雨來說比較偏向南台灣的地方 但是北台灣因為受到東北風的影響 氣溫也會稍微感受比較偏涼一些 整體的降雨可能在週一來說相對趨緩之後 週三開始因為水氣開始又增多 到時候下雨的機率又開始逐漸增加 今天可能在澎湖、金門甚至馬祖 會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會 而這些對流雲系目前看起來比較強的這一帶 不太會直接移到台灣陸地的上空 但是還是有一些比較零星的降雨 會移到中部以北這些陸地 另外宜蘭目前這些地方 也都是有一些零零星星的降雨 而這樣的降雨來說的話 在今天下午之後 在中部以北的山區跟東北部地區 尤其要注意會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情形 我們也透過閃電可以看到 閃電資料透過在雷達 回覆看到對流比較旺盛的地方 都有一些比較旺盛的閃電 東側的地方有一些比較旺盛的閃電發生 而今天下午隨著對流雲系發展旺盛的時候 一樣會在山區跟東北部地區 它的閃電的情況也會非常比較明顯 今天整體的降雨來看的話 雨量各地其實都會有 但是尤其在中部以北跟宜蘭相對比較明顯 山區也都是比較明顯的 南台灣台東相對來說 降雨沒有這麼明顯 但是因為西南風的影響 台東今天要注意 可能會有焚風發生的機會 此外在下雨的部分 中部以北山區東北部地區 還有澎湖金門馬祖 會有局部大雨的情況 晚上的時候午後對流相對落下來 但是要注意 開始有一些雲系從海峽 逐漸移入到台灣的陸地上空 因此在西半部 尤其可能在中部以北 會受到封面的影響 開始在沿海地區 或一些強降雨 在明天清晨的時候 西南風的影響 也有可能在中南部地區 造成一些漸嫌的降雨 降雨比較明顯 大陸從四張圖可以看起來 在明天白天的時候 下雨是比較明顯的 從黃色紅色的區塊 這告訴大家 在明天白天的時候 各地都會有大雨發生的情形 而且會有局部好雨發生的情況 晚上的時候 雖然下雨沒有像白天 這麼的旺盛 那麼的強烈 但是整體來看的話 可能在部分的平地 或甚至尤其在中南部的山區 它的大雨都還是持續可能發生 整體降雨的區緩的時間 剛剛提到 在週一的時候 因為封面難以到巴士海峽了 南台灣還是比較容易下雨 其他地方要留意 午後雷震雨的情況 週二的時候 下雨來看的話 相對來說一樣 都還是跟週一樣 是趨緩下來的情形 週三開始 因為水氣開始逐漸北台 各地的下雨的情況 又開始逐漸的明顯起來了 這請大家特別注意的部分 至於未來一週的溫度部分 今天來看的話 因為西南風的影響之下 各地可能感受 還是比較悶熱一點點 明天因為封面南壓 東北風下來 北台灣紅色的曲線的部分 可以看到有一些明顯的落差 代表北台灣的溫度 會明顯轉涼 花寧地區溫度 也會轉涼一些 其他溫度大概會降一到兩度 可能會降雨明顯的緣故 因此在未來來看的話 整體來看 週日到週一 溫度是持續下降 下禮拜天氣看起來 還不太至於感受到 悶熱的情形 主要來說的話 可能因為 第一個 水氣還是比較偏多 甚至有些東北風 影響到北台灣